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死后留下来的精神力量 通常呢 这股力量都有一股执念 在日本呢 很多的妖怪 它形成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 OK 今天我们星期怪谈锁定在 因怨念而诞生的 妖魔 欢迎我们的妖魔界小王子 鬼谈 不是 怪谈 鬼谈 真奇怪 真奇怪 心奇怪 贪给你每次满满的奇怪 没有骤身的厉鬼带着鼓孩来敲门 迷走你的似神经变身鼓女来逃命 唯一的识别符号是手上的牡丹灯笼 在中国 班若班罗蜜是佛家语 在日本 班若却是残暴生魂的姓名 出国别乱念佛街 班若班罗蜜 会招来女鬼 我们不负责喔 那你在 你自己在念什么吗 来 鼓女 鼓女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鼓头的女人还是很瘦 鼓头的鼓 鼓女分两种 哪两种 鼓女有一种是 生前如果被欺负啊 被蹂躏啊 被羞辱啊 被羞辱啊 被害 对 然后死后呢化成厉鬼 来找那个欺负她 蹂躏她的人说明 报仇 那为了掩饰说 那个 因为她死后已经成家骨骸了嘛 那为了怕被人家辨认出来呢 她就会幻化成一层皮 但也不难辨认 因为那就是这骨头上面有皮 这样子而已 那不是很瘦 对 就是很瘦 皮包骨 对 皮包骨 对 所以很容易辨认 那另外一种更容易辨认 为什么 她化成骨骸但是是没有皮的 这种骨女容易发生在什么状况呢 那个死的原因是因为殉情 就是怀着这种痴情 更恨 对情人的这个眷恋 然后回到人世间 要跟那个 那已经不是眷恋 那是恨 但是也有一种是因为爱不到 因为种种原因爱不到 爱不到 然后变成说想要回来 跟情人相会 遗憾 对 但是这种状况很可怕 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只有情人看她是正常的 就像这样啊 就是人一样 就是人一样啊 但是旁人看她的时候却是 骷髏 对 一堆骨头 非常可怕 那古女的传说最有名的是在江户时代 一个上野的地方 哎呦 上野的地方 有一个浪人 叫做辛三郎 辛三郎 他就爱上了这个呢 当时的一个大户人家 是 叫做阿璐 那阿璐有一个这个 这个丫鬟呢 叫做阿米 那这个辛三郎呢 跟这个阿璐呢 就陷入这个热恋当中 但是因为门户的这个差别太大了 一个是浪人 一个是那个大户人家 所以这段戀情呢 始终呢 就无法修成正果 是 不幸的是呢 有一天她听到一个噩耗 说这个阿璐小姐呢 因为思念过度 就四次 往生了 是 那当然啦 就一定要去看她最后一面 所以呢 就跑去这个阿璐的家里面 但始终就是不得其门而入 那听到也就是说 那个家福跟她说 小姐已经死了 你不要再来这边纠缠了 是 那辛三郎呢 怀着这个痛苦 跟绝望 就回到家里面 然后也不跟人家来往了 到了隔年的这个 八月十三号 也就是阴历的七月十五号 哎呦 半夜的时候 这个辛三郎呢 就听到外面呢 有 嘀哩咕咕咕咕咕咕咕 这个在拖这个木鸡的声音 开门一看 热泪盈眶 为何呢 怎么了 阿璐跟着阿民 提着一盏牡丹灯笼 是 来找这个辛三郎了 两个都来了 阿璐呢就给她一个拥抱 接着呢 辛三郎迎她进这个屋子里面 听她娓娓道来 原来误会了 阿璐跟辛三郎讲说 我没有死 那是我们家人在骗你的 是 我是到这个乡下去 休养身体的 不信你问阿民 阿民跟他讲 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阿民都对... 小姐说的都对 那当然辛三郎等于是 久别重逢 原来他那个是 是被骗的 是被骗的 那当然就塑尽这个 他们离别后的一些相思 然后就一整个晚上 又哭又笑这样子 那从此以后呢 每到了晚上的时间 阿璐跟阿民就来找 叫辛三郎 那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这个 这个辛三郎的 隔壁 隔壁 隔壁一个叫做阿障 保障的障 阿障就每天奇怪 隔壁的这个辛三郎 明明就没有朋友 可是为什么近期以来 每天晚上都有 欢笑声 男男女女的欢笑声 有一天他禁不住这个好奇心 是 就偷偷地跑去这个辛三郎的家 他透过那个纸窗 一看 看到一幕让他震撼的画面 是 他发现辛三郎抱的是什么 抱的是 那个骨骸还滴着血水 但是辛三郎怎么表情 这么陶醉啊 这么开心 显然辛三郎不曉得 他抱的是骨骸 他以为他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物 好 当然这是这个 这个后代的画家 去那个模拟 對 而且还请他喝酒 你看多开心 隔天 阿障基于说他是辛三郎的 隔壁 猝逼 想说不能去隐瞒这个事情 就跟这个辛三郎讲说 你知不知道 你昨天晚上包的那个是鬼啊 但是鬼还好可怕 辛三郎讲说怎么可能 然后阿障呢 就带着辛三郎去找附近那个 庙的那个和尚 和尚说这个必然是妖 所以呢就到他们这个辛三郎的家里面呢 就做法 消灾解恶这样子 然后呢 就在那个辛三郎家里面的这个窗户啊 所有的出入口啊 都贴上这个符 符符符符 当天晚上阿隆跟阿米 来到了这个辛三郎家的门口 进不去 因为那个符符的这个力量太强大 所以呢 感觉到有点被逼到 好像那个快要 快要那个魂飞破散这样子 没办法只好回去 隔天去找了这个阿障 因为他知道是阿障搞的鬼 他去拜托阿障说 你能不能 因为我很思念我们这个辛三郎 你能不能把那些符符 撕下 撕下的饼 你不要这样子嘛 那这个妨害我们的好事 那阿障说 撕下来可是你是妖啊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在傍晚之前你给我黄金一百两 你不要这样 我就帮你搞定这件事 原来就是贪财 贪 贪 恶劣 那阿隆跟阿米呢 就白天的时候呢 就东奔西跑 然后去用了很多方法 因为他就是要 臭钱就对了 就给了他黄金一百两 所以阿障呢 就把他的这个 把这个辛三郎的这个符符呢 就撕掉了 所以当晚呢 阿隆跟阿米呢 就如愿呢 进到了辛三郎的房间 是 一整个晚上 那当然也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隔天白天 这个庙里面的和尚 又来了 想说那不晓得辛三郎最近好不好 看一下 就来看 一到门口 发现这些符咒都不见了 心想不妙 一推开这个门 地上遗留了两盏牡丹灯笼 火光已经熄灭了 再往里面走 发现了三具尸体 辛三郎阿隆跟阿米 全部都已经化成白骨灰了 就那一页 就那一页 那可能就是阿隆跟阿米 因为心怀怨念 心想说你这样子搞我 其实他买到阿障 并不是真的说要跟辛三郎 再怎么回复旧情 其实就想说玉石俱焚 鼓女也有点狠 可怕 虽然说一开始是为了爱 对 但是到最后由爱生恨 对 各位观众 可见女人有多渴 哈哈哈 来 刚刚讲到班若 日本班若这个东西 并不是佛号 而是一种恐怖的妖怪 如果用佛号来讲的话 会念波勒 但是为了避免大家误解说 我们就讲班若好了 班若 那一般来讲 这个班若在日本的这个传统 像我们有点那种 國具啊那种脸谱 他们的道统艺术当中 有一个叫狂言 狂言里面有一个角兽 就像我们的 圣诞镜莫丑一样 他们有一个叫能 能不能的能 那个这个能 是要带着班若的这个面具 就是我们一般讲能具 对 那你看到这个面具是上面 长了一对牛角 好像地狱之门一样 这个为他开启 然后上面有一对 有一对那个牛角 然后看起来像 妖魔鬼怪的那种鬼角一样 然后他的头颅非常的骇人 然后眼神呢 就像是野兽的眼神 那你看到白天的时候 他这个是眼球是黑黑的 到了晚上会变成红色的 发出骇人的那种怒目凶望 而且是客夫喔 然后 你这样讲客夫 他其实蛮难过的 因为这种一般班若是形容一种 怨恨妒忌心非常重的这个女性 以前日本古代传统的女性 像刚刚那个玉琳哥讲的 那种故事一样 舞女一样 据说他还喜欢吃小孩 会吃人 那这样的一个班若 有人讲笑班若 因为他看起来是 施牙裂嘴的笑 其实他这种笑是 有点苦笑 无奈的笑 因为想当初据说 他也是一个美女 美人胚子 为什么会变成那么可怕 那么丑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女人 有爱深恨嘛 爱不得更差 对不对 有爱深恨的话 他就是变成那种 另外一种负面的很可怕 那 我给大家看以前 日本古代画的一个 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班若的原始的化身 就是日本以前民间故事 在讲的一个 六条玉琪琢 这样一个女生 吐什么东西啊 她是从她的嘴巴里面 吐出一缕她的幽灵 好像她的怨气 吐出来的怨气 就是班若的整个形状 像一个妖怪一样 而我刚刚讲说 这个六条玉琪琢 她以前在日本的平安时代 是一个大美女 那早期她也是太子妃哦 那这个故事呢 也被写在 就是当年平安时代的指示部 她的一部这个长篇 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长篇小说 叫原始物语当中 原始物语有写到她 原始物语就写到她 原始物语的男主角 我们知道叫光源氏 光源氏 是一个非常俊美 长相俊秀的一个男生 多财多义又多情 跟她交往过开趴的 大概二十几个人 这个女生 当然她的老婆也娶了好几个 什么葵之上子之上啊 还有名时之君啊 都是她的情人更是不计其数 原始物语里面就提到 这个六条玉琪索就是这个女生 那为什么她一开始十六岁的时候 她本来是一个美丽的太子妃 可是她的老公 二十岁的时候就走了 年纪轻他就变成守活寡 你看二十岁的时候 他二十岁他老公就走了 就偏偏在这个六条玉琪索 他二十四岁的时候 遇到了这个光源氏 可是相逢恨晚 光源氏已经有一个正妻 一个老婆她的原配 就是我刚讲的葵之上 正宫 那她每次看到这些葵之上 还有包括她的光源氏其他的测试 她那些情人 我刚讲的这么多的什么莫哉花戏眼 她都觉得很嫉妒 为什么她不能一个人去拥有 这个光源氏呢 而且每次看到光源氏 一开始光源氏跟她很好 她二十四岁的时候 光源氏那时候十六岁 她还大她八岁 等于是这个老少佩 那两人私通了一段时间 可是后来光源氏 因为她太多女孩子追她 然后也喜欢她 她也跟很多女孩子在一起 所以马上对她六条玉琪索 又冷淡了下来 然后有一次呢 那倒火星的爆发点 是有一次这个葵之上 就是光源氏的原配 正宫夫人坐着牛车 就他们的车子 平安时代那时候 你看西元一千零四年 西元一千零四年 牛车做不错了 就是坐那种牛车 有仆人驾着牛车 在拉着他们 就是现在的大牛 然后在那个京都的街道上 刚好跟六条玉琪索 他的这个 虽然他老公已经死掉了 但是起码还配有车子 配有人仆人给他死坏 他的坐的牛车也上街了 两个牛车不胜插撞 撞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奇怪 缘分 人走路那么慢 都会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不打紧 那个 光源氏他那个大老婆 葵之上的这个仆人 就是他的司机 就下车 去揍那个对方的那个 牛条玉琪索的司机 还把他的车给踹坏 导致那个牛车本来是拉着 有一个拉桿 那个桿子都断了 牛根本没办法拖 他后面那台车 那人家怎么办 而且当时葵之上的这个仆人 还骂这个六条玉琪索 你根本就那个情妇 活该光源氏 已经不喜欢你了 是 这样子刺激人家 你知道吗这个 黄静平是不是有点 私人的情绪在发现 对 有点已经融入在这个 六条玉琪索里面 只是没有像他的 而且你的表达包 是仿佛你就在那一艘牛车上 对 然后这个六条玉琪索 然后白天受了那么大的屈辱 晚上回家开始掉眼泪 照镜子 越照越难过 然后他觉得说 是啦 我已经24岁 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年轻 我告诉大家 在平安时代 日本古代那时候 十六七岁就已经开始娶亲了 跟中国古代一样 他想到光源氏又那么年轻 因为他要大他八岁 然后光源氏旁边的周遭这些女生 不管他的大老婆 葵之上啊 子之上啊 或者这些什么戏言这些人 都是那么漂亮的 都是那么年轻 然后他就开始想到 然后自己24岁人老珠黄 然后开始自怨自爱 然后故隐自怜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 那种怨念慢慢由心而起 然后他发现说 他的脸怎么开始变得又黄又轻 开始变得像那个又皱 好像像妖怪的皮一样 像他以前 以前那种日本民间神话的故事 看到那种很像奇怪的那种鬼怪一样 然后头上长得开始一对牛角 牙齿开始那个面露狼牙 然后开始嘴巴开始撕裂开 有点像裂嘴女这样 鼻子开始也像巫婆这样子 然后整个头发都开始脱落了 然后呢整个眼睛甚至像野兽的眼睛 就像这个面具一样 然后突然从嘴巴就冒出他 刚刚看到镜子这个形象 变成十足的一个大妖怪 但是他不会吓到耶 他反而去摸 摸自己又摸那个镜子 感觉上好像在摸自己很可怜这样 然后突然就尖叫一声 而且他的笑声非常地让人家听了毛骨悚然 般若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广告号为您原因重现 然后突然从嘴巴就冒出他 刚刚看到镜子这个形象 变成十足的一个大妖怪 但是他不会吓到耶 他反而去摸 摸自己又摸那个镜子 感觉上好像在摸自己很可怜这样 然后突然就尖叫一声 而且他的笑声非常地让人家 听了毛骨悚然 据说我看到那个日剧以前他就 会让人家听了觉得鸡皮疙瘩 然后真的吗 就背出去之后 有点好笑 但是因为我没办法十足地描绘他那个笑声 但是因为他那个笑的就是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恐怖 而且在皇宫里面突然出现这样的笑声 马上一起禁卫军那种五四这样 穿着那个盔甲 赶到现场看什么样 结果后来那一天晚上 整个皇宫里面就发生了一起命案 五四一直找不到那个凶手 据说那个奎之上 就是那个光源氏的大老婆 他生完了小孩之后突然难产 那据说有人就传说 被这个妖怪幽魂给杀了 然后呢 这个是日本的这个古代 他们有画家画的一个这个图 这个就像六条玉琪鼠 我刚刚讲的 这个比较清楚 他一个牛角 然后脸都皱成这样 像巫婆一样 然后嘴巴也裂开来 像牙齿这样狼牙 然后他右手抓着一个那个 婴儿 婴儿 他喜欢吃婴儿 吃小孩子 然后抓着他的一个头 左手那个手指啊 都非常的肠 非常的邪恶 那传说奎之上就是他害死的 而且呢 后来这个六条玉琪鼠 他经常在半夜里面 就化成这样一个班路的这样子 一个幽魂 整个灵体出窍 然后后来当然 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坏事 做了太多 然后恐怕马上就会被抓到他 所以后来他赶快就顿出皇宫 那据说 他是活到三十几岁过世了 他一度也是个消法为宁 想要出家 那据说当时平安时代 日本的长辈都不喜欢让小孩子 在晚上入夜之后就不出门 因为出了门就很怕被这个班路给抓走 抓走之后头都会不见 还会被吃掉 而且就在深夜你听到像我刚刚 玉琳哥说模仿不像的那个笑声 这个有点像 这忌妒心很重 这个忌妒心很重 对… 这个渡火很重 你听到这个笑声的时候 就赶快把门窗关起来 让那个阴阳思来免重 所以后来这个班路 这个就是成为日本的那个狂言 道统艺术中能的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来自于这个六条玉琪所 也就是来自于原式物语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 原来这个面具 它一开始是女性 真的 一般以为都是男性 对 那日本有何同 何同有名 有何同 怎么会没有三同呢 是不是 日本也有三同 但三同比较不一样 对 三同其实在这个日本的 这个白鬼夜行的英知篇章里面 古书里面其实都有记载 那其实它跟何同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除了你看它头发上面也是有一个 这个盘子 一样头发留在地中海之外 其实它应该叫做同也是因为 它的身形很短小 就像儿童一样 但是它却力大无穷 它虽然上面头顶上凸一块 但是它体毛又很浓密 相当就是相当矛盾的一种 相当矛盾的一种人种 那其实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 因为有人说呢 其实它是因为三同嘛 顾名思义就在深山里面 那有人是说呢 它在深山里面 它其实就扮演得像一种 山神的角色 是 然后会惩罚恶人啊 惩罚坏人 降疾病啊 火灾在这个山里面 那其实呢也有一说 三同其实是蛮可爱的 是爱调皮捣蛋 但是爱搞怪 但其实也不太会害人 它是善的 对 其实是善的 其实是好人啦 那其实顶多呢 就是会跟你要要饭团 吃它喜欢吃饭团 那其实呢三同呢也有一些 这个很凄美的小故事 小传说 它怎么了 譬如说呢 这个传说呢 里面呢就有一个靖子跟龙太郎 这一对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的这个小情侣 那这个龙太郎呢 跟这个靖子的爸爸呢 跑船捕鱼很多年了 也是这个靖子爸爸得力的左右手 终于等到两个人十五六岁了 龙太郎这一天鼓起勇气的 就跟靖子说 差不多了靖子 对 等我明天出海回来 跟你爸爸跑完船回来 就是我迎娶你的时候了 就让我们 对 就让我们互许终生 隔天呢 龙太郎又跟着靖子的爸爸 出海去了 那靖子在家打扮了一下自己 打扫一下家里 编织着这个美丽的幻想 没想到外面 不然雷电交加 风雨交加 嘎 史上最大的台风 就在那一个晚上出现了 全家的蜡烛顿时被吹袭了 二号 完蛋 靖子心里就想说糟糕了 这难道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对 没想到过了不久 入夜之后 就传来村民的声音 从渔港那边传过来 完了 不得了了... 大家快来看啊 出事了... 镜子一听腿都软了 门一开跑出去 还没有跑到港边 他就看到几具尸体摆在那边 看到漂浮上来的那些物品 他心里就知道 他的一切 他的人生 在这一刻都化为乌有了 完蛋 完蛋了 他的生命就在此停止了 从此以后每天以泪洗面 受得不成人形 家人都非常替他担心 本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顿时失去了爸爸跟丈夫 家人都一直安慰他 没有用 就突然有一天呢 靖子跟他的家人说 我想要上山一趟 去山上祈福 结果没想到 本来郁郁寡欢 如上考... 就很像一个寡妇脸的一个靖子 突然从山上下来之后 你知道 他变得感觉眼冒 眼冒爱心 整个人回春了 整个人回春了 是眼冒爱春了 是眼冒爱春了 那边回复到少女的青春 那种荣光焕发的那种美貌 大家就想说怎么了 他就说没有 我上山我很开心 我得到救赎了 大家就说 怎么了 靖子 你不要想太多 你好好休息 想说山上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靖子跟大家讲说 不要担心 大家听到大家想说 靖子 你不要想太多 早点洗洗睡吧 好不好 多休息一下 我已经疯了 大家很担心他 没想到接下来两个月 靖子就每天到山上去 每天到山上去 也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状况 因为他其实越来越开心 整个人都恢复了 越来越好 跟大家互动也很平常一般 其中有一个村民就想不通了 想说这一定是事有蹊跷 有一天偷偷的就跟着靖子上山 跟在他后面想说 看一看到底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走...就走入了一个洞穴 靖子熟门熟路的 两个多月来每天都去 熟门熟路的走到一个洞穴里面 这个村民跟在他后面 走一走进到那个洞穴 阴暗潮湿 又传来一个那个 非常臭 扑鼻臭味 就这个村民这样子 远远的往里面一看 不得了了 那个花布里面就是一具 已经腐烂的白骨 骨头放在那边 那身上披着一些破破烂烂的布条 旁边放着一些物品 那个村民认出来了 就是龙太郎出海出事的那一天 飘上岸的那些遗物 被披在这个白骨这边 这村民就看到靖子 就跟着这个白骨说话 帮他擦擦汗 依偎在他身边 正在毛骨悚然的时候 靖子本来依偎在他老公身边 突然望向洞穴的方向出口 一眼看到了村民 问他说 谁敢进去 这个湘民看到 这怎么搞的 转头就要跑 马上屁滚尿流往下跑 出山洞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小孩子 竟然在一个人 旁边也没有父母 一个人就在山洞口玩 这个湘民吓死了 跟那小孩子说 小男孩... 你不要一个人跑在这边玩 这里面 这是这里面很可怕的事情 你赶快跟着叔叔下山 不要在这边逗留 结果这个小孩子本来在玩 一转身 一回头 他就一看 什么 这是跟我们一起捕鱼的龙太郎 再定睛一看 他又转为 体毛浓密 青色青面獠牙的妖怪 在他面前 下面跑下山去 对 所以其实这个山童 其实对靖子来讲 也许是一个救赎 不相干的人 你们就别去管 好吗 他其实他是要为了救他 对 他好过 对 这个也是 这也算是 善理 善理 对 来 鬼女红叶又是哪位呢 对 鬼女红叶 顾名思义 为什么不叫女鬼要叫鬼女呢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鬼生的女儿 对 所以大家会想这些奇怪的 为什么要叫女鬼红叶 要叫鬼女 是 这大概在1800多年前 在日本那个时代 一样是日本的一个妖怪 那在现在应该算是他们的福岛 那在那个地方就有一对夫妻 他们呢就是结婚非常多年 都生不出小孩 那夫妻俩呢 这个老婆就每天哭 觉得说老伴我都没办法替你留个后 那他们就想 就听说啊在山上 有一个第六天魔王 就听说呢这个魔王还有魔力 是可以让你怀孕 但是你必须要跟他交换条件 所以这对夫妻他们就上山 然后就对着这个山 就拜 第六天魔王啊 求求你就是能够赐我们一个小孩 只要你能够赐我们一个小孩呢 我们终生都会侍奉你这样 然后突然呢这个 讲完这个话呢 就一阵天窑地窑 这太太也昏倒了 老公的太太昏倒了 他就把她抱下山 他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拜完他 天窑地窑我老婆就昏倒了呢 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 医生一把脉 哎呀恭喜你了 你老婆怀孕了 哇这老公心想好开心 但是他心里也有疑问说 我们两个没心房 他为什么会怀孕 这一定是魔王赐的小孩 所以于是乎呢就 他们已经许了这个愿会 安安分分地供奉这个魔王 而且让这个小孩生下来 所以呢这个 当然十个月过去之后 这小女孩生出来 长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就具有 感觉上具有神力哦 是 所以当他一天一天长大之后呢 他本来姓吴的 因为这个爸爸妈妈是姓吴 叫吴叶 他的名字叫吴叶 一天天长大之后呢 无私自通哦 会表演才艺啊 会跳舞啊 你看就这个女生哦 他就是无私自通 会跳舞会唱歌 然后长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 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些王公柜子 一天到晚来要提醒说 可不可以把这个 无业嫁给我们 但其实话说 他们夫妻到山上去求这个神 求这个第六天魔王的时候 是有讲说 他们会终身伺候他 女儿也不会嫁的 所以因为已经答应魔王了 所以就要赶快 搬离他们这个住所 因为再继续住下去 每天都有人来说要娶他 太烦了 所以他们就搬到京都去 然后搬到京都去呢 他们从小就教育他的女儿说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 谈恋爱 也不要靠近男人 然后呢 当然这个 女孩情窦初开 一定会有喜欢的男生啊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 很多的妖都是有怨念产生的 因为他就觉得 我喜欢玉琳哥 为什么爸爸妈妈 不让我跟他交往 静平还跟我提醒 为什么爸爸妈妈 不让我嫁给他 心里有一种怨恨 父母的这种情绪 所以到京都之后呢 他有一天 发现说 他自己发现说 他有一个神力 一个魔力 他只要对着男人一看 眨个眼睛 这个男生就跟他 就会跟着他了 所以他有魅惑男人的能力 再加上他又长得漂亮 有一天 他在街上走的时候呢 刚好呢 他们的王室出巡 就是当时的皇上 太子啦 太子出巡了 因为这样讲 观众比较能够理解嘛 一看到他 他眼睛上一扎 刮掉 即便已经有太子妃了 还是不顾这个太子妃的反对 不管 立他为策势 就把这个 洪夜呢 给取进了宫里面 那洪夜取进宫里面 他也嫉妒喔 太子有很多妃子嘛 他就是迷惑这个太子 太子都不会去找其他女人 只会找他 所以很快他就怀了龙肿 那么这个太子妃呢 就觉得说奇怪了 这个女人没来都没事 一来 怎么我老公每天都往他那边跑 其他姐妹等他也都不去了 就从这个皇宫外面 找来一个精通巫术的神医 这个神医一进来看到洪夜 他告诉太子妃说 这个女人是个妖怪 他不是正常的女人 所以太子妃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他岂能够放过洪夜呢 就到太子爷爷旁边 告诉他这件事情 那那个时候太子 吃了这个巫衣给他的一个药之后 他也觉得对 这个女人有问题 不管他是不是怀了龙肿 逐出这个皇宫 把他赶出了皇宫 这个洪夜呢 他就被赶到了一个 就是现在是长野县 赶到那个地方去 距离皇宫十万八千里 被下放到那个地方去 他因为太思念这个太子 然后也很想念这个皇宫的生活 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去之后 因为他有魔力嘛 他有妖术嘛 所有的这个居民对他臣服啊 把他视为是这个领袖 然后呢他把这个城市 改成京都的样子 甚至呢生了这个小孩呢 名字就叫跟太子的名字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消息呢 就传啊传 传到了京都 太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的生气 派军队呢要去讨伐他 要把洪夜给干掉就对了 但是洪夜有这么好干掉吗 当他们这些兵队到了这个长野 到这个洪夜他驻扎的地方去之后呢 洪夜他立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妖怪 在这个地方 跟山一样高 对 变跟山一样高 而且重点是呢 他的嘴巴会吐火 他会喷火的 这根本是一只喷火龙的妖怪 真的 他会喷火 所以很多士兵呢 被他打得一败涂地 没办法进攻到他 而且洪夜还放话说 回去告诉你们的太子 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我 我下一步就是要取京都了 这时候呢太子也非常的担心 他立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妖怪 在这个地方 跟山一样高 对 变跟山一样高 而且重点是呢 他的嘴巴会吐火 他会喷火的 这根本是一只喷火龙的妖怪 真的 他会喷火 所以很多士兵呢 被他打得一败涂地 没办法进攻到他 而且洪夜还放话说 回去告诉你们的太子 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我 我下一步就是要取京都了 这时候呢太子也非常的担心 又去找巫医了 巫医又来了 巫医说我跟你讲 你到这个山上去求菩萨吧 菩萨如果可以 愿意帮你 他就会帮你 于是乎太子欲驾清真 到山上去 可是巫医讲的是废话 对 所以巫医也是废话 因为他也没办法 你去求嘛 去求 至少给他一个方向 没有也没办法 在某个山上有住的一个菩萨 找到你就赢了嘛 就是见到了菩萨 这个太子 菩萨赐他一把宝剑说 你呢 就在某个时间去找洪夜 这个宝剑直向他 只要能够射到他呢 我就有力量帮你 我就有办法帮你除掉 于是乎呢 又再出兵去讨伐洪夜 洪夜看到他又来了 马上又变成巨大的妖怪 要屠火了 这时候呢太子 这个长剑一射出去 即便只射到洪夜的肩膀 他本来要射到他心脏 没事射到肩膀 一射到那一刹呢 天空出现一道黄光 金色的光芒照在洪夜身上 洪夜立刻 哇好像被火烧掉一样 非常的疼痛 化作一具白骨 被菩萨收服了 被收服了 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被铲平了 它就叫做无鬼里 所以现在当你到日本去玩呢 在长野附近 有一个地方叫无鬼里的 就是没有鬼的意思 就是他住的地方 就是他住的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据说还有一个种 立个牌子就写洪夜 就在纪念洪夜 因为其实在那边的居民 都觉得洪夜是 让他们有犯事 他也是一提两面 是 你没惹他是很好 他是很好 你惹他就完 他才会变成妖怪 这就很像 女人的心情都是这样 来 刚刚讲的是人型妖怪 接下来这种妖怪 你也看不出来 但是他们的威力十足 欢迎獸型妖怪预言 真奇怪 真奇怪 心奇怪 他给你每次满满的奇怪 九命怪猫不可怕 双尾喵咪才吓人 当家里超过十岁的鸟喵咪 尾巴一分为二 下一步就是把你生吞活泼 世界最大的鸟是鸵鸟 那最小的鸟是什么呢 小鸟 答案绝对不是我小瀑布里面 那只的小鸟 而是产卵直接 产到你身体里面的 人 内 鸟 想知道我好害羞吗 七分钟后 马上告诉你 什么东西啊 人肉鸟吧 人肉鸟 目内却 对 是人肉鸟喔 不是人肉鸟 人肉鸟 对 观众为什么七分钟之后 我才要告诉你 好 猫咪 猫咪其实是可爱的 但是多长一条尾巴 还不是九尾狐 是一条而已喔 它就会变成日本国妖 猫又是什么 妖魔 其实跟猫自古以来 都是好像容易被画上等 巴哩巴哩 那一般猫当然 九年十年 大概都是这个寿命 这个猫如果得到某种力量的时候呢 它九年这个尾巴会长长那个 你再给它过第二个九年 它就会长出第二根尾巴出来 十八岁喔 真的假的 第三个九年 会长出第三根尾巴 二十七岁 猫如果可以活到二十七岁 这只猫 你如果不处理的话 完蛋了 完蛋了 因为它就会一直长 每隔九年长一只 每隔早年长一只 九尾 对 变成九个九年以后 长出九个尾巴 九个尾巴以后呢 那等于八十一年 九九八十一了 对不对 你再给它过九年 这一只猫 就会幻化成人形 这个时候它 猫活九十年就变人了 对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那你好好养猫 九命怪猫 对 很多老一辈的人的说法就是说 特别是日本 猫呢 你绝对不能很久很久养在家里面 那个猫如果过了九年 十年 十一年 还依然健在的时候 你可能自己就要多留意了 那很多猫很奇怪喔 在活到第九年的时候呢 你们去问问身边的朋友 很多家里面的猫都是不见的 没有原因 都不见了 九年后它就散了 它跑到山里面去了 唉呦 跑到山里面去 那可能在那边 念妖喔 在那边修炼什么样的东西 那也不知道 那你刚刚问得很好 是 猫幼 猫幼 猫幼其实是日语的说法啦 也可以叫做猫妖 猫妖 猫妖 刚刚我讲九命怪猫 是极罕见的特例 是 那猫幼就还满常见的 那个尾巴长的长着 会开始分叉 分叉 就是一个猫尾巴 然后分叉这样子 你如果一旦看到 你家的猫尾巴分叉的时候 快跑 一定要除 很紧张 就是得要处理了 一般我们女生头发分叉 剪掉就好啊 猫的尾巴分叉 你给它剪看看 曾经有人就是无聊恶作剧 就是说猫尾巴分叉了 给它剪掉好了 剪掉猫当然会痛啊 一剪掉以后隔天 这个剪掉猫尾巴分叉的人 所以呢 猫尾巴分叉的时候 就是它变成猫幼的开始 而且那个你要注意看 那个法力越高的猫幼 它的分叉会越明显 最明显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根本就是变成 两条 好 这就是猫幼 猫幼吃人的模拟图 好噁心 很明显的 它的尾巴已经变成两条了 是 它已经变成两条了 而且红眼睛 好噁心 猫幼一种情况之下呢 它会吃 那个野兽 吃一些家畜 那同时呢 它也会吃人 而且猫幼吃人的方式呢 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是 猫幼会化成少女 或者是阿婆的样子 来接近你 他呢 早餐以前呢 他会发出人的声音 那发出人的声音 早餐以后呢 他就开始要找这个对象来吃了 而他吃掉某个人呢 他就会变成那个人的样子 他吃掉狄志伟 他就会变成狄志伟的样子 然后他又会用狄志伟的样子呢 去吃掉杨浩如 那他又变成杨浩如的样子 要用杨浩如的样子呢 去勾引黄敬平 那黄敬平必然会被勾引 所以就会又会被吃掉 对 又变黄敬平 所以他这个吃人的方式很特别 他有一点呢 他会导致这个所谓的失变 厉害的猫又可以怎么样你知道吗 可以喔 那个尸体在远方对不对 我们常常看到猫喔 不是突然会在那边动吗 对 你以为在打拳 或者是会这样晃来晃去 这个时候你要留意喔 很可能你们家附近有人在办伤事 因为猫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 来控制指挥那个尸体 那个猫又呢 那个慢慢修炼起来 他是可以站起来的 所以这是日本画的这个猫的样子 是 那我在这边要跟他讲的另外这个案例是 奇怪 猫 火车 可是猫为什么会写火车 灰车 那是灰车 对 这个火车是日语的特有这个说法 有一种猫 他会拖着一个满似火焰的这个货车 干嘛你知道吗 干嘛 专门在偷人家的尸体 或者是说在那个 那个守尸体的面前呢 故意去移动搬动尸体 那你说偷就偷 他能干嘛 各位 火车猫呢 他偷尸体的目的 是要把这个尸体呢 送到地狱去 要不然呢 就把尸体呢 搞个七八烂 四分五裂 让这个尸体呢 他没有办法那个超生 超度 让他的这个灵魂呢 就变成在人世间 徘徊 变成那个怨灵这样子 所以火车猫也是相当之可怕的 猫喔 我们今天知道猫 也是蛮恐怖的 这样比起来狗就弱掉了 只有一种猫不恐怖 就是Kitty Kitty猫 他都皮皮不可疑了 好 日本妖怪刚刚讲到 有个叫鹿内雀 它会从内到外把人吃掉 这个鹿内 所以太恶心了吧 这个鹿内雀 因为日本古代也都是以农起家 他们到了秋天的时候 古物啊农作物 都会被麻雀吃光光 所以他们一直怀疑那些雀鸟 那些麻雀 是人的怨念 怨灵所化身而成的 那其中 为什么会讲到鹿内雀 鹿内雀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说 一种雀鸟 它的这个蛋 下在人的皮肤上 人的身体上 然后因为它那个蛋 比人的身体的皮肤毛气孔还小 所以会渗透到人体里面去 然后等它这个雀鸟在人体里面 慢慢长大了之后 它会把人的内脏器官 全部都吃光光 吃光了之后 把这个人体吃空了 就飞出去了 这个就叫做鹿内雀 这是日本古代 因为传闻画出来这样的一个 鹿内雀的一个状况 就飞出这个人体 然后这个人就实际上就变成一个 这个臭皮囊了 就变成一具壳了 因为它已经把里面的 全部都该吃光光了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人生下来长得就像一只雀鸟一样 然后看起来很像妖怪 人很怕它 这是鹿内雀的第二种说法 还有第三种说法是说 这种雀鸟呢 藉由人这个肉体做掩饰 然后要接近人 然后达到接近人的目的之后 它就把人给吃掉 那这种陆内雀又叫做人肉雀 一样也是会吃人的 那不管怎么样 当时日本古代的农民 日本古代老百姓 都对这种雀鸟 非常的考验 也非常的害怕 那一般来说 这种陆内雀 你看画得好像一个人 然后从他嘴巴里面 吐出一群雀鸟 好像这个身体已经被他吃光光一样 有人在讲说 这一种就是在画 日本当时平安时代的一个名人 日本古代名人 怎么会和妖怪扯上关系呢 更多惊人妖怪 广告后告诉你 这一种就是在画 日本当时平安时代的一个名人 叫藤原十方 那藤原十方呢 他其实才华洋溢 然后可是呢 一开始他的那个天皇 日本天皇也很宠爱他 一条天皇 那可是呢有一天 他就跟 他就在一条天皇面前 跟另外一个大臣 叫藤原行臣炒起来 为什么 因为当大家都在赞赏说 这个藤原十方的诗 做得真好听啊 做得真好 就好像在称赞李白一样 那种感觉 结果这个藤原行臣 就有点臭屁 怎么样 藤原十方的诗 是做得还算有趣啦 可是他这个人 却是一个呆瓜 不折不扣的呆瓜 在天皇面前 在皇上面前 这样子修辱他 可是藤原十方 还算有礼貌 他就把这个 在皇帝面前 天皇面前 就把这个 修辱他的藤原行臣 把他这个 头上佩戴的帽子 古代俗称李官 把他给扯下来 扯下来之后 就在天皇面前 这样丢得远远的 结果没想到 一条天皇大怒 你在我面前 做这种私礼的举动 就把这个藤原十方 扁到了这个陆澳 陆澳就是 大概今天日本的 这个东北部这个地区 算是很偏扁的一个 偏僻的一个地方 那你看被天皇 扁到那么远的地方 又被冷落了 他一直想要回京都 又回不去 后来没有多久 就郁郁寡欢 就在那边病死 然后等于克死了一下 后来京都接到了这个 藤原十方 病死的复文之后 很奇怪 那一天一大早 平常摆在那个皇宫内店 那个清凉店上面 他们有一个那个餐具 叫做台盘上面 就是要吃饭的 一堆盘子上面 有一些餐具 上面的白饭 还有一些菜啊 不是寿司喔 就是一些菜这样 就马上被一堆 那个麻雀雀鳥飞进来 飞进来 就全部灼个金光 吃光光 刚好那一天 就是接到 藤原十方的复文的那一天 以前都没发生过这种事 以前同样放在皇宫内店 清凉店上 桌上台盘 都没事 后来大家就在想说 会不会是藤原十方在怨恨天皇 把他贬到东北的路奥 怨恨那个藤原行程 害死他 然后又回不了京都 对京都的这些亲人 还有他的这些人 这个回到这个故乡的思念 所以变成 那个抑郁而死之后 变成一种怨灵 然后化成陆内穴 这个 因为麻雀飞进皇宫内店里面 他们就叫陆内穴 也有说是从人的这个身体里面 把人的东西 伸人引上六五次光 就是这样飞出来 然后后来在那一年秋天 他死了那一年秋天之后 这个京都附近的所有的农作物 全部欠收 而且还遭到了很多的这个麻雀 袭击 然后把这些农作物都吃光光 所以很多的京都的民众老百姓 你说你看你看 就是藤原十方回来了 不但会吃完古物 吃完农作物 可能还会吃人 所以后来你看 在很多画家日本古代在画到这样子 这个感觉就像底下在画那个藤原十方一样 非常无阻 然后一堆的雀鸟从那边飞出来 所以都在讲说 化成人形的这个雀鸟 然后会把人给吃光光 有人就讲说 这个是人肉雀或者是陆内雀 是 所以说他就是雀神嘛 对不对 雀神 那个打麻将不一样 应该是雀神 雀神 然后他对不对 下降人间嘛 对 画了以后麻雀都跟他一起死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妖怪 妖怪千奇百怪 各种形象都有 今天只是讲的部分 我们还会发觉更多你没听过过 或者是你觉得很有兴趣的妖怪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